車餐廳內規劃了二分之一的空間 來設置遊戲區 特別的是這裡還有一大面的塗鴉牆 讓小朋友盡情揮灑他的創意 那這畫筆開心的在牆上畫畫 小朋友開心極了 約者提供特區畫筆以及白布 讓小朋友們畫個過癮 想塗改也可以 就是其實這筆在塗畫紙上面 可以發揮得更廣 讓他們就是想像力沒有邊界 小朋友就是需要創意 那這種創意的源頭 就是從小開始 你隨便塗鴉 隨便畫畫 那個都是其實我們仔細去看 是很好玩的 暑假期間親子餐廳 成為熱門的用餐地點 還有業者設計小攀岩區 結合球池讓孩童學爬 攀岩區高度約90公分 使用安全材質製作 讓小朋友玩得安心 另外用玻璃牆面隔出了遊戲區 讓家長在外頭用餐 也能清楚看見孩子的一舉一動 我們全家其實就是很愛運動 然後什麼運動都有 所以就會想說 小孩子在斜爬的時候 是爬是最多 另外還有這家餐廳 走積木主題風格 家長和孩子可以一起堆積木 激盪腦力 吸引不少顧客上門 暑假業績比平日成長三成 我們吃飯的時候 他們在這邊自己玩 找到腳腳了 找到了 就是他們會就是很專心在玩 就我們大家吃飯的時候 跟朋友聊天 然後就比較沒有干擾這樣 台北地區雙性家庭比例高 假日的親子時光特別重要 各家親子餐廳大打獨特風格 搶攻暑氣商機 記得董佑居王遠方 台北報導